当然昨天是端午节 端午节就是要华龙舟 美女士官长刘湘慈 他也请来参加 第一次他担任的是夺标手 他坦言说练习时间不太多 有点紧张 不过还是吸引了很多粉丝 跟他合影拍照 另外在昨天最受瞩目的 还有消防猛男队 比赛一开始就震惊了全场 龙舟速度之快 马上就甩开了对手 成绩比起由国手所组成的 北体队 真的是不慌多了 女明星刘湘慈 趴低身子一脸严肃 因为夺标手身负重任 妮敲她尽量延展身体 有模有样 还顺利夺下预赛分组的第一名 他们说一定要拿到棋子 不然他们就要重新回去 然后掉到水里面要加20秒 所以我只要不要掉到水里面 要拿到棋子趴好 原则上都没问题 拿到棋子那一刻的感受 我拿到了 就会觉得我拿到了 然后要他们说拿到棋子要丢掉 我有点舍不得丢掉 脚上还都是污泥 刘湘慈也大方和粉丝合照 除了她 新北市猛男队 消防局队也是一大亮点 猛男果然不负众望 以1分52秒抢下预赛所有组别最快的成绩 而花莲也有龙舟比赛 甚至还发生差点撞在一起的意外 不过好险没有 全台封龙舟的活动 还真是年年都一样 乐趣无求